師傅,你說我兒子今年如果不結婚就要等到2046年 那個臭小子終於肯帶個未來生母和我拜年了 其實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那選媳婦的確都是要留心的 首先你先看看唐眉 眉青木獸做家母就聰明一點 眉粗有些男生性格比較粗心大衣 看看鼻孔,鼻頭有肉,心無毒 鼻翼兩邊都要夠厚夠肉 你看到所有有錢人的媳婦的鼻都很漂亮才能夠旺孤一指 還有幾樣東西大家經常漏掉的 等我給你一個錦囊吧 媽,這個就是Jojo Unty,小小意思,不誠敬意 不用這麼客氣 做女生最重要就是腳頭好 你媽媽的我多漂亮 是很漂亮 我未來媳婦,住公屋居屋私樓我都不介意 Unty,你放心,我也不介意 說實話,Jojo你的皮膚都挺漂亮的 是不是經常用很多錢買護膚品? 謝謝你,Unty 其實她的人很省的,我們外出通通的AA制多 省錢有度就真的遲家有度 Unty也要好好向你學習 乖女兒,吃雞腿吧 謝謝Unty 你真正是她的手 有時手毛很多的人 其實在我們學學上代表脾氣差 中國人都說 心口有則毛,殺人不用刀 你見到潰子手,心口才有很多毛 如果你發現她手毛很多 還有最重要就是關節,指節這些位置 很多毛的話,其實性格很乾烈 而且脾氣不好 如果大家罵起家,可能真的打人也不頂 你小心兒子變了豬頭餅 媽,我帶了Yoyo來見你 Unty,小小生意 謝謝 Yoyo也挺漂亮的 她的手也保養得不錯 一看就知道是王夫益治 吃隻雞腿吧 我不好意思 等我來 怎樣啊,兒子 非毛腿你也能啃嗎? 傻鬼咯 腳毛牆,玄學上都有玄機 腳毛牆的女生做事通常是急進一點 有時未必計劃得很仔細 無疑,她都會親力親為 很勤力所謂我們的勞碌命 但是太急進做事就不夠細心 有時打你頭家就會差一點 媽,我帶了Coco來見你 小小生意,Unty 謝謝 阿仔 阿仔 有鬍子嗎? 有貨了,又有什麼問題? 其實Unty 記得還要看有沒有過多的唇墓 因為這個位置 我們女孩子人中這些位置為鏟門 附近這些位置 亦是代表著苦科的東西 如果真的過多的唇墓 代表著苦科系統不容易有問題 生嬰兒或駝嬰兒都會多自幹 如果你要十個八個孫 你就要考慮清楚 雖然有些事說是命中注定 自己努力都很重要 那些是命中注定的 蛤? 屯毛有免費試租嗎? 是啊 每一個人客人都可以過來免費體驗 我們是整個部位做 不是單做一點 每一次那個部位 我們都可以做到20%的粗生物化 我們的儀器機是極小的機頭 所以每一吋的機膚都可以覆蓋得到 外表的東西其實自己都要付出 比如眉毛太粗 收一收它 令人覺得你親和力強一點 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體毛太多 無論是唇毛 手毛或腳毛 都會影響你的外觀 讓人覺得你好像空神惡殺 親和力都會減低了 所以如果做出修正的話 自然人緣運 桃花運 工作運都會強一點 來吧 Oh my god Hi auntie 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兒子 我都不懂得升級自己 自從去Dermas做完 永久激光脫毛療程之後 無論是公屋 居屋 還是私樓的男生 都爭著和我一起 嗯 祝你早日找到個好媳婦吧 Bye Bye 我都掌權了